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年512是汶川大地震16周年纪 虽然十多年不短了 但很多同胞对2008年发生的那场大地震记忆犹新 因为那实在是太惨烈了 这些年在土共强力的无嘴维稳之下 抗议的声量是逐年减弱 官商勾结贪腐制造的豆腐渣工程 大量老乡 特别是孩子失去生命 要求公布真相 惩办贪官黑商 国家赔偿的民间抗争 被党媒造势带风向 引导所谓大爱无疆的骚操作取代了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个地震中身亡的老师 怎么被土共包装成英雄的故事 可是他们活干得太急太粗糙 结果包装的细节处处漏点 反而一笑大方 好 开讲前还是有请干净世界和油管两边的新老看官 帮忙点赞 关注 订阅 打开小铃铛支持我们 谢了 书归正本 汶川大震后 铺天盖地的各路信息和惊悚的画面满天飞 让一贯造假根本不尊重屁民生命的土共他也慌了 只好不情愿的假装调查一番 不然民愤极大也不好交代呀 于是大家看到四个多月后 土共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授权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制发布官方数字 称 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遇难 17,923人失踪 37,4643人不同程度受伤 19,930,300人失去了住所 受灾总人口达到46,256,000人 当局还声称 地震造成四川 甘肃 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451亿元 大家知道 土共从来它造假没边啊 1976年7月28号后半夜3点40 唐山发生官称7.8级地震 全城被移为平地 有人甚至惊叹 唐山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是 当年户籍人口557万的唐山 还不算外地人啊 官宣地震只死了24万 百分之四 别说人 鬼都不信 可是他就那么信誓旦旦的说了几十年 所以说 8.2级的汶川地震 官宣死了不到七万人 您也就闭眼听听 千万别当真 有冤魂找他算账的那一天 最可恨的是 他从来不管民意 死了那么多孩子 家长都痛不欲生了 他还逼着屁民歌颂党 还让人们要记住一个个英雄的名字 其中一位叫谭千秋 生前是四川汉旺镇东契中学的老师 官宣称 他为保护学生而身亡 还在2009年推选他成为感动中国人物 山哥做节目呢 先对谭老师的家属说一声抱歉 因为适者为大 他和学生都是土共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 因此 我们丝毫没有贬损唐老师的主观意涵 只是要再一次曝光土共造假 还原真相才提及您的亲人 如有不敬 还望谅解 评选感动中国人物之前 官媒是这样报道的 长沙晚报说 地震发生的时候 谭千秋立即意识到是地震 指挥学生离开教学楼 当得知楼上还有学生时 其返回楼上救人 进入教室后 房屋塌陷 谭老师指挥四名学生 刘弘历 田刚 傅强和余健躲到客桌下面 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学生 他也因此被楼板砸到 谭未当即遇难 还用大量语言鼓励学生 最后 谭千秋牺牲 四名学生因谭千秋的保护而生还 新华社三名记者共同写了一篇文章 叫《那一刻他张开双臂互助四个学生 德阳市东契中学遇难教师谭千秋的最后奉献》 还有作者孙文写的《那一刻泪飞如雨》 谭千秋老师采访闸记 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刘弘历的舅舅说 刘弘历等四名学生为一名近50岁的男老师所救 之后记者从遗体登记册里查到了这位老师的名字 谭千秋 救援人员也向记者描述谭千秋遗体称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 身下死死的护着四个学生 四个学生都活了 之后记者将谭千秋保护学生的事迹 告诉谭千秋妻子张关荣 南方都市报当年10月21号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 引述了官媒的报道称 德阳市东契中学教师谭千秋 在校舍坍塌前 向童话里的天使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 用身体死死护着四个学生 被他护着的学生得救了 自己却不幸罹难 任日也在5月15号煽情的说 那四个娃儿真的都活了吗 昨天晚上就听说有个老师救了四个娃儿 我哪知道就是你 张关荣扑到丈夫的遗体上放声痛哭 任日接着描述 谭老师的妻子张关荣正在仔细地擦拭着丈夫的遗体 脸上的每一粒沙尘都被轻轻逝去 细细疏离蓬乱的头发 疏成他生前习惯的发型 谭老师的后脑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 当张关荣拉起谭千秋的手臂要给他擦去血迹时 丈夫僵硬的手指再次触痛了他的神经 昨天抬过来还是软软的 现在咋就变得这么硬啊 张关荣轻柔着丈夫的手臂痛哭失声 就是这双曾传播无数知识的手臂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 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四个年轻的生命 手臂上的伤痕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那天早上他还跟平常一样六点就起来了 给我们的小女儿洗漱穿戴好 带着她出去散步 然后早早地赶到学校上班了 这一走就再也没回 女儿还在家里喊着爸爸呀 张关荣气不成声 我侄女儿是高二一班的学生 要不是有他们老师在上面护着 这四个娃一个也活不了 被救女生刘弘历的舅舅对记者说 那个老师呢 哎 他可是个大好人 大英雄哦 说着刘弘历舅舅的眼圈红了 党媒的上述报道 令谭千秋的名字迅速传遍了中国 湖南大学有以这位校友为荣 高调迎接谭家的遗孤回校 为谭千秋办起了各种悼念学习活动 派人往灾区和谭千秋的家乡横扬齐东县搜集素材 编写了《大爱千秋》一书 2009年 该校又联合影视公司推出了以谭为主角的电影《最后一课》 同年10月1日前期 谭千秋和其他62名烈士的照片和试迹 被选入湖南烈士公园陈烈士 此外 苏教版语文小学课本第12册第6课 《最后的姿势》根据新闻报道改写了谭千秋的试迹成为六年级学生的课文 之后 谭千秋还被追授为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 抗震救灾英雄等等 然而 最终的这一切 还是被媒体有良心的业者还原了真相 那就是 谭千秋的试迹并不存在 属于教育界 新闻界联合造假 2010年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还原了真相 说真相前 还是请各位原谅没收入的山歌团队介绍一款好产品 时间很短 今天为想长寿爱健康的看官 介绍限量大优惠的Genex西洋深黑高姿 这款产品纯天然配方 帮您滋阴补气 增强呼吸道免疫功能 长期使用还有助于降低罹癌的风险 您在结账的时候输入QSDG20可享受八折优惠 还可以享受买五送一 试西洋深 红参经低管 多买多送 送完为止 可以说是双重利好 加拿大美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观众可以享受购物满70美元就包邮的优惠 购买链接就在节目下面的文字描述栏 希望您喜欢这款超级保健品 也谢谢您支持山歌团队 好 咱接着打假 2009年官宣刚把谭老师评出感动中国英雄 可第二年就被南都掀了桌子 是真不给土共老脸啊 顺带还把党媒的操活也不动声色给挤对了 南都文章揭露说 镇后一周 因为被谭千秋保护而存活的刘弘历 注意啊 仨字的名字 俩字和党媒不一样 还住在成都华西医院的ICU病房 一家香港媒体直接闯进来 把镜头对准他 说 你对镜头说说感谢谭千秋老师的话呀 谭千秋 刘弘历只记得这位中年男老师教政治课 他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获救和谭老师有毛关系 刘弘历回忆 我知道的情况跟媒体报道的完全不一样 最后活着出来的有三个人 注意啊 不是四个 一个男生 两个女生 地震发生当时 他挥了一下手 指不要慌 然后呢 我就掉下去了 后来已经埋了很久了 听见他老婆在外面喊他 然后他手机不知道调了闹钟还是啥 还在那里响 他就在我们上面 刚好就是那个张开双手趴在桌子上的姿势 刘弘历指出 自己坐在第二排 距离讲台差不多有两米 当时在讲课的谭老师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冲过来 和刘弘历一起被埋在废墟下的高二五班学生 谋沙沙印证了谭弘历的说法 他表示 在废墟下的38个小时 自己和刘弘历只隔着一块预制板 从来没有听到谭千秋说话 您记得哈 党媒说谭老师去世前一直在鼓励学生 而谋沙沙自己也不是在楼梯处掉下去的 而是和刘弘历一样 没来得及反应 直接从三楼掉到一楼 所以被压在了一堆客桌底下 南都还补刀说 近日一篇题为《英雄谭千秋救人世纪涉嫌造假的帖子》在网上流传 该文称 媒体笔下的谭老师冷静果断 救人细节栩栩如生 但是奇怪的是 高二一班生还的所有学生事后好像全部失忆 忘记他们的救命恩人了 生还学生刘弘历还指出 该校学生都知道报道很假 所以每次开大会 老师在上面讲谭老师的事迹 都有同学在下面笑 山哥想说 不是同学不厚道 沈校英雄 而是知道谭老师和他们一样 不过是人祸的受害者 够不上英雄二字 那么问题来了 党媒为啥造假呀 据悉 最早报道此事的新华社记者孙文称 具体对话细节不是他写的 2010年任东契中学副校长唐祖桂说出了造假真相 他认为 当时的确需要这么一个英雄楷模 该中学70岁的老校长张天明肯定了谭千秋的为人 但十分反感媒体的假报道 他认为 我觉得中国这些老百姓太淳朴了 太善良了 我在想 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情是假的 他们作何感想呢 会不会有被中国媒体忽悠的感觉呢 教育和新闻一样 真实性是生命 如果都说假话 那不是玩命吗 有评论人士说 谭千秋救人事迹造假 其实是中共在中国大陆整个大环境造假 是同化天使的崩溃 知道了真相的中国民众 凯探谭千秋被英雄之后 也纷纷指责教育界 新闻界联合弄虚作假 但大家别忘了1949年土共建政以来 这样的造假到今天不仅没断过 而且愈演愈烈 真的是害了一代代中国人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敬请点赞订阅帮助我们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咱们下集见